嗨喲鳥世紀 天一天的不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高冕仁最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海鮮人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高冕仁這個文明 高冕仁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升級史 不需要任何的建築前置 例如這個伐木場或者是模仿裁礦地 或者是市集兵工廠 修道院大學城堡之類的建築物 完全不需要就可以直接升級 所以高冕仁是可以打直線配置的一個文明 那高冕仁他的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房子可以裝一些村民進去 可以裝五個人 所以他在遊牧的時候 或者是非中比中空地 一些團戰地圖裡 他的選擇的時候是比較防守 防守的成本是比較低一點 只要一個房子就能搞定 那高冕仁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走肉馬跟大象奴炮的路線 那高冕仁可以用這個大肉馬配奴炮 或者是用重裝騎士大象做一個搭配組合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立陶宛人 那立陶宛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聖物 沒撿到修道引騎士跟列騎士都會加一點的傷害 唉唷 這個三隻野豬 黃蔥 可以勝利的野豬如果能拿到的話 可以賺非常多的經濟 這個野豬拉的很棒 欸 撿三百隻 好 完了 少了一頭野豬的肉 因為用城鎮中心設食野豬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把肉給回收回來 就不會變成一個盤子 哈哈 尷尬 射過頭 好 那黑森林的野豬在單挑裡 通常都是在野外比較遠地方 那這邊如果能多吃兩頭肉 這個機會很好 但是黑森林通常開局都是要去外面先圍一家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場黑森林呢 是比較偏南圍的 所以應該大部分的人會選的為自家門口就好了 好 那可以看到道德這邊的魚尺喔 是有兩片的 但是他的防守面積非常的廣 不像安迪 這邊立陶宛喔 只要守這個窄口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場的黑森林來說 對高敏人非常不利的 所以有一些觀眾對私底圖可能不太了解喔 都問說為什麼高手都打阿拉伯 因為阿拉伯的地圖來說相對平衡 那你看這個黑森林這個地圖 一看就知道對道德來說是非常不友善的 好 當然沒有關係喔 他是高麵喔 所以防守成本也會很低喔 這個房子隨便躲 沒有關係 我家很大玩累直接睡 可以的 好 那道德應該也是會去想要奪取這些野豬喔 好 看要不要上個織布比較安全 安迪 立陶宛是這邊肉馬在上面 等待敵人過來拿野豬 好 現在有敵人在這邊打 而且沒有織布喔 會有危險 上去幫打一下 好 先蓋一個房子 好 拉了一隻村民過來 這裡也想要拉村民 但立陶宛這邊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 胡射嗎 好 射了一隻 好 兩隻拉走 哇 立陶宛這邊很快喔 好 肉馬結果是道德打輸 我的天 道德輸了一隻肉馬 也被偷了兩頭豬 但安迪這邊有織布技術的關係喔 所以暫時應該不會有事 這兩頭野豬也是把自己卡好卡滿 欸 怎麼停下來了 哇 這個停下來有點傷喔 哇哇哇 用村民卡一下 好 然後再把這裡圍起來 道德這邊要出去 來不及了 哇 道德可能要死這一村 尷尬 道德他的手術已經快不行了嗎 哈哈 結果直接被關餅獸 我的天 好 那這邊立陶宛拿到 額外的五頭野豬的經濟優勢喔 好 那這一隻村民有機會逃得了嗎 好 知道了 我們來快進看一下 會怎麼打 好 那黑暗時代時就會開始捕魚了 那這也是黑森林的一個必備技能 打黑森林就是要黑暗時代 把他當成熔墓開打 如果你旁邊有虎的話 那就算你是內加 看到外加有虎 你也可以去問一下 外加要不要虎 去問一下也可以 或是你是外加也可以問內加 像什麼條盾之類的 其實就不太需要去補 但其實有補的話 優勢還是比較巨大的 但我是覺得條盾同意很便宜 其實虎可以讓給其他隊友 平衡一下經濟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不一定所有的虎 都一定要自己吃了 讓給隊友也是一種加成 那重點就是喔 一定要去補這個魚 好 那魚呢 是有去補 那補完之後一定要撒魚網 OK 那黑森林補魚的話 木頭要多一點 大概一開始四到五燒就好了 所以你要補魚網的話 到城堡時代3TC看喔 木頭會很缺喔 通常四到五燒 就已經可以把這個魚給吃完了 因為這吃燙的魚 真的是不多喔 所以你一船按越多喔 你沒有木頭可以去撒魚網 反而會讓你積極會很差喔 好 那這邊撒了一個魚網 看木頭很缺 看一下這邊 這麼大齁 這裡補了一個防洪場 決定不吃果子啦 果子 吃吃的比較慢 而且木頭比較重要 待會要3TC開農起來了 好 這邊撒第三個魚網 現在有100木就去撒魚網 這邊再拉過來 有100木撒魚網 OK 好 把魚網全部撒完 這樣子就沒有閒置的魚船了 那這個魚網都是要撒到這個魚船的正下方 直接貼著就好 那有些玩家們 他會習慣把魚網貼在這個外面 然後讓魚船在裡面 我是覺得直接貼在腳下就可以了 這個魚網的魚船正下方 好 那立陶宛這邊是Notsmoth 再馬上開TC 那刀舎這邊早就已經升上去了 3TC早就開農了 他甚至沒有圍家 好 那刀舎這邊也是稍微圍了一個 長線的地區了 那刀舎有可能3TC會直接轉開農路線 開始挖石頭 好 那這邊是決定先減生物線 那刀舎這邊是沒有捕魚的喔 他沒有捕魚路線 應該是有看到斧 但是他可能認為安迪這邊是拿到五頭野豬的優勢 所以並沒有想要去... 開始捕魚了 我也不確定是聳利歐 但那是Dot 我們就競技的看 看著他秀就對了 好 那這邊... 立陶宛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沒想到先行攻擊的是立陶宛這邊嗎 而不是Dot 好 那刀舎這邊有開始挖石頭囉 好 那刀舎這邊有開始挖石頭囉 好 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OK 那刀舎的路線比較正常一點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好 那立陶宛這邊開始在外圍喔 蓋一些房子啊 哨戰喔 避免被偷家 OK 這邊打破了木牆 洛馬出去探路一下 好 那刀舎這邊也按了一隻洛馬 現在沒有視野 資訊不夠 很容易被打歪 好 洛馬到門口 那洛馬在這個時期就很強 因為你可以克制對方的生鎮 生鎮克制完 也可以去打清醒頭死車 好 我們用純米反制一下洛馬 洛馬被逼走喔 好 補了一個城門 好 刀舎這邊經濟很好喔 準備要來升帝王Style 36片田就可以升帝王 好 那立陶宛這邊也有到33片田喔 好 洛馬進來 雷刀刺激洛馬 OK 好 那立陶宛這邊開始炸魚囉 好 把這個池塘的價值 炸到零零盡致 那可以看到立陶宛其實 沒有多少的農田喔 反而是在靠這個魚在過火的 那我是覺得炸魚這個前期的優勢是比較大的 中後期如果像條頓之類的 可以快速撒農田的文明 或是農田加持的文明 其實就沒什麼差別了 你就可能直接農上去喔 像盜河這樣子 別不捕魚 可能不會差太多 好 這邊洛馬出來 上去對著 聖女震暴打 哎呀 好 立陶宛這邊是 損失了所有的前線部隊 盜河打得很保守 把城堡蓋在自己家裡 突然把黑聖女當阿拉伯在打 好 這裡用奴炮像開了一條路過來 因為高冕是可以在城堡時代開路的文明喔 奴炮像比較麻煩 他可以罰掉樹木 算是他的一個優勢 好 這裡用非常多洛馬往前 好 這裡直接衝到城堡的射程範圍裡 列體師開始量產出來 這邊直接硬蓋寶 不想在道特兵前示範道特寶 太狠了 直接跟他表示 我不當道特啦 啾啾 蓋起來了 OK 搞定 這根寶蓋起來了 暫時沒有事了 高冕他有火槍喔 所以待會立陶宛 打立陶宛的列體師 可能轉點火槍喔 或槍兵會比較好 不然你用這個重裝騎士 要硬打的話 要花非常多的資源喔 跟對方交換 列體師的造價很便宜喔 好 那這邊是點了一攻 現在是12加3 兩個聖物的優勢 好 道特這邊開始攻城了 好 但立陶宛這邊有補魚優勢 那魚有這麼多的情況下 要補多少農田喔 其實就可以不用補到那麼多了 大概四五十片田喔 就差不多了 看來還是要看打什麼 如果是要海量列體師的話 可能還是補到六十片田會比較安定一點 對 這邊還是要灑農田喔 不能只靠到這個魚了 OK 看來是要打列體師了 還是在灑農田了 好 高冕這邊是 決定要打一個 肉馬豹 大肉馬豹 那確實打列體師 這樣就不是很虧了 畢竟可以省很多黃金喔 那後面可能要搭配奴炮之類的東西喔 去當後排輸出 或是奴炮巷 都可以考慮一下 當時覺得奴炮巷的 壓制力喔 可能沒那麼重 而且 立陶宛是有火槍火炮的文明 好 但沒有關係 沒有 高冕這邊還是慢慢轉出了 奴炮巷升級跟大肉馬 好 城堡特利拿得下來 好 這裡要衝進去了嗎 要不要堵口 沒有 走 好 立陶宛這裏補下了三級馬卡 正面往上衝 想要先抓掉僧侶 再一刀 沒有機會嗎 拿下 後面還有一隻僧侶在後方 僧侶現在站位都是分開來的 好 高冕點下的金冠技師 雙奴劍 這樣奴炮就可以是發射兩發了 但第二發只有一點傷害而已 在世界帝國裡面 這種雙 戰矛阿 或者是雙兩倍的這個劍齒 那樣的東西 像中國聯盧 第二發的劍齒都是 一滴血 但不確定奴炮巷的奴炮 跟第二發的劍齒的傷害 是不是一點 看起來是有點像是一點傷害的感覺 好 可以打破了出去 要衝了嗎 高冕點人 這裡撿下了馬卡 這一波衝進去 攻城 能夠順利 衝出去嗎 第一題是本來想要從右邊 包過去巨型頭C 但是正面被攻城了 這裡 防守虛弱 這屢被收到了城堡裡面 後面的巨型頭C已經架起來 但巨型頭C把後面援軍的路 給堵了起來 全部的肉碼 卡在巨型頭C的後方 這裡奴炮相當 趕快幫忙開路一下 OK 化學補好 工程工程師也補下 這裡趕快去抓掉火炮 火炮有機率抓掉掉嗎 唉唷 像有點困難了 烈體師跟城堡傷害太高了 路炮相這邊直接正面硬扛 後面生女還在著想 火炮開始攻擊到後方火炮囉 用巨型頭C機反制火炮 打掉了一台還不錯 正面路炮相直接串燒 扛住前線 不幸中大幸立陶宛沒有轉頭C車 頭C車打奴炮相效果是非常好的喔 看來這一波工程是宣告失敗了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打進去 看這邊烈體師的血量很低喔 趕快用生女來補下血 哇 這裡串死好很痛 直接串死了很大量的烈體師 好 肉馬上前 被烈體師砍入住的門口 沒有辦法攻擊到後方生女 後方生女一直在著想 但這邊都能被奴炮相打到 旁邊的奴炮相越來越多 後面安迪瘋狂飆寫手術 安迪這邊的配兵組成更耗黃金喔 真女配上烈體師 兩個都是吃黃金的冰種 那高明真的是有配大洛馬 所以省下的黃金有1400多塊黃金 好 我們再繼續串 烈炮相的扛線能力真是不錯 不用投石抽打 烈炮相真的是很痛苦 好 洛馬中有機會衝到後排嗎 但烈炮相的回防速度非常快速 好 還是順利的砍掉了幾隻生女 但生女還是遠遠不覺的走得出來 把道特逼到了家裡 雖然農田樹只有63片田已經太少 可能要再多灑個10片田才行 好 立陶宛這裡 沒有黃金喔 開始要買賣了 哇 這邊走過去沒有控好 又損失了一大堆的血量 奴炮的正面串燒效果太好 血量掉得好快啊 好 這裡補了一個二級色 OK 道特農田又再擴張起來囉 這裡很多新的農田 補到了79片田啊 OK 80片田的話就足夠噴肉馬了 剛剛一打不進去的問題是肉馬太少 而且肉沒有辦法支撐太大量的奴炮相 跟肉馬的慘人 那現在如果肉類穩定之後 就會比較好打 好 右邊依舊沒有動機 道特的巨型頭巾都在後排 不敢從右邊攻擊 最主要是因為怕攻擊了 對方烈提斯會直接收掉這些巨型頭巾 在那裡有1200塊黃金在這裡喔 千萬不能隨意送掉 而且對手也有火炮 所以這個巨頭 不要亂輕易架起來 除非對手這種已經架在你的臉上了喔 可以考慮架起來喔 用巨型頭巾反擊巨頭 好 那這邊肉馬往前衝 好 最主要是一反制 砸到了一些烈提斯喔 沒有砸到巨頭 反正砸到烈提斯 好 那立陶宛這邊轉出了槍兵出來 但槍兵的防護率喔 是少了兩點的 只有02 當然可以點下這個巨盾科技喔 增加一些槍兵的防護力 好 這邊戰場越打越開闊 這個樹林一直被砍伐 五號巷的串燒效果實在是很好 好 肉馬繼續噴了過來 這邊自滴村 把村民刪除掉 省了一些村民人口 衝一下最大戰力 這樣從右邊繼續 但是右邊沒有路 OK 生旅開始往前 購買也想往前 但是沒有辦法到後排 OK 右邊有個洞進來 打到後方的僧侶 這邊僧侶很關鍵 前方奴炮相在防守當中 槍兵數量有點誇張喔 這邊確實轉槍兵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體重速度又快 但你送也是送很快喔 OK 所以 烈提斯的血量要回來 可能還需要很久 好 表達得著想了嗎 生旅往前 被提斯加槍兵 極力防守 好 從巨型頭C架起來 攻擊的前方 立提斯 肉麻從左邊開始突入進去 這裡肉麻終於立了大功 把僧侶只收掉了 剩下一隻 後面的僧侶想要到戰場前方 但是看到 僧侶已經被突了一波 選擇撤退 這邊打得非常的保守 這樣就是看誰先沒有黃金 誰就輸了 好 立陶宛這邊黃金歸零了喔 其實沒有人在挖黃金了 到時候這邊還有一些人在挖黃金 肉麻 還在繼續按 好 立提斯再次往前 大量槍兵戳掉了一堆肉麻 一隻肉麻到了前面 只砍了一刀 右邊有更多肉麻過來 但是生旅還在招翔當中 唉唷 安吉這一波有打回來喔 立陶宛這裡有機會 立陶宛這裡有機會 好 這邊手刃 生旅 把所有生旅搞定 十台之生旅了 好 這生旅應該是難討肉麻之手 唉這個肉麻沒有碰 直接撞到立提斯的臉上 完了完了完了 現在立陶宛沒有黃金 也沒有生旅 只能靠買賣 硬擠出一些生旅出來 但只要買賣一握頭 前方的槍兵數量就會少 而且剛剛低掉了一些村民喔 所以現在庫存資源也不太夠 好 這隻弩砲箱來到了40隻的數量 哇靠 12.4K啊 好 這隻生旅可能會直接串燒 完了完了完了 毒炮箱擋不住 立陶宛擋得很辛苦 好 這邊打兩槍兵高地衝鋒 中 中要轉中頭了嗎 你現在才轉頭石車會不會太晚 哎呀 感覺早點用槍兵 加上頭石車生旅 好像效率會更好 列提斯在這個場面要發揮真的很困難 畢竟列提斯的血量真的是很少 150滴血而已 好 這邊中頭升級好 但如果要按中頭的話一定要買賣一下 賣掉一些肉貨木頭 好 這邊巨頭硬拆 拆掉了城堡 畢 不要直接一波了嗎 這一波下去好像有機會喔 到時候這一波可能會被反打回去 好 趕快拉扯一下 不能讓他的槍兵所有貼上去 一直無腦 後面的槍兵趕快拉扯 好 終於打掉了槍兵 炮箱只剩20台 這一波立陶宛打得很好 肉馬一直往前 但左邊兩個生鯉先打吧 這兩個收掉 後拉 保留一下肉馬的數量 待會再衝鋒一波 好 膏兵這裡是繼續補下了非常多的肉馬 膏兵這裡把 爐炮箱補到了快要30隻喔 立陶宛這裡中頭終於轉出來 唉唷 這裡直接不理生鯉了 往後直接鬧 開始要來BD家裡了 槍兵的防守會比較難回防 機動速度稍微慢了一些 但是這裡的槍兵有移動速度加成 要追上好像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這邊繼續串燒喔 串好串滿 好 旁邊肉馬有機會打三驢囉 OK 栽刀有機會嗎 哎呀 很可惜 哇 這一隻也沒有機會 中頭砸了一發 好 立陶宛這邊的村民處 下降到剩114隻 到這邊還有130隻村民 稍微下降一點點而已 沒有防禦的情況下 一轉出中頭來 這是估置 哇靠 不住一博了嗎 哇 等一下 紅石車 哇 直接砸了一堆奴槍的血量 但是第一時間也被肉馬給解決掉 這邊槍兵還是相當難纏的 右邊已經開始用巨型頭司機架起來 偷偷拆些工程器製造所 好 肉馬想要從中間衝過去 有機會 OK 順利收掉兩隻僧侶 OK 順利收掉兩隻僧侶 好 肉馬要繼續往前嗎 哪裡的神爆很多 這裡想用 用這個槍兵淹死道德嗎 有搞頭嗎 好 中頭才硬是按了一台出來 好 接下來就沒有僧侶了 如果僧侶再按的話 中頭就按不出來 好 趕快用一些肉馬去後面攻擊 頭死氣 再一發 搞定 哇 最後只砸了一發 這個頭死氣好虧 前方槍兵也沒做到太多事情 直接被奴炮箱給串燒了回去 好 這邊頭死車 撒一下 好拉 好 右邊城堡快要守不住囉 好 這邊用意識轉出僧侶 發現 猴石車不太好打 還是用僧侶 比較有手感嗎 好 就右邊城堡掉了 這邊巨型頭C順利的拿下來 這根城堡 那現在力靠還沒有火炮的關係 暫時不怕巨頭被拆除的危機 好 這裡肉馬這次上前 哇 結果兩隻剩了各砍一刀 兩隻都沒死 高明這邊有點頭疼喔 哇 遊戲時間來到了一個小時 這個 窄口越打越大 反正只有一小小的木頭區 好像變成這麼大的一片 防守範圍越來越廣 當對道德斯越來越有利喔 好 這裡直接上前硬夾 想要嚼掉 僧侶 僧侶好像直接被弩炮 串燒 效果也串燒死了 哇 這裡弩炮像硬A 又A過去了一整排的槍兵 但槍兵又馬上 以蟑螂的生產速度一樣 又補了回來 我的天 我超壞 我超壞 好煩啊 好 道德這邊繼續 慢慢 魔死對手 慢慢打 慢慢打 不急 這個就是 誰心態先崩誰就輸了 好 當然立陶燃這邊有個細節做得很好 他有補村民喔 把村民補到142村 增加自己的經濟實力喔 才不會讓自己經濟一面倒 然後就只能提前打GG OK 這邊再買賣一波 換了一些黃金回來 按了兩台鐘頭 好 這裡想要衝進去後方打伐木區的村民 但被村民直接圍了起來 好 這邊再繞一下 村民家過去防守 好 這裡應該有機會囉 哇 很多洞阿 好 直接往木區衝應該就可以了 好 這邊牆兵緊追不捨 抽掉了非常多的大陸馬 正面的奴炮箱 還沒有開始往前推進 哇 這個 下去越打越尷尬了 安迪還不投降嗎 奴炮箱的問題依舊還是沒有解決 其實高敏這邊是可以轉火槍的 大家可能認為奴炮箱就夠了 不太需要火槍 好 肉馬往前衝 中頭砸一發 殘血 唉唷 直接抓到在路上的中頭 這個肯定要打的吧 好 炮掉 肉馬往右邊衝 但這邊直接被圍起來 唉唷 有洞喔 其實 但是槍邊已經緊追在後 門炮箱在家裡 依舊沒有開大反應 好 鮑河這邊有損失一堆肉 左邊好像有一點動作囉 幫這些巨景頭司機 開了一條路出來往左邊打 好 這邊可以讓巨景頭司機架起來囉 好 往前全部架起 好 有一台沒有辦法架 這個 空地不夠 好 這邊用肉馬跟著拋上去 吸引一下對手 這時候應該有發現左邊車馬被偷拆 但投資車過來 DOT也是蠻急的 好 那立陶宛沒有火炮的關係 暫時沒有辦法反擊這些巨景頭司機給回去 好 這些槍兵又再次被逼退了回去喔 左邊城堡順利拿下 好 投資車開始輸出 立陶宛這一波有機會反推回去嗎 當然投資車一瞬間被解掉了兩台 第三台在路上 好 趕快直接硬打 再一刀搞定 烏炮箱輸出非常優秀 立陶宛打出了GG 最後出了724隻的弱馬 跟621隻的槍兵 到這場打得有點 有點穩啊 只能說是穩 沒有那種花俏的招數 打得非常的踏實 左邊這個偷拆也是 右邊這個偷拆也是 然後洛馬繼續騷擾 也是一個蠻正常的手段 然後奴炮箱也是繼續出 那安迪這邊呢 可能要早點出這個投資車 才有機會打得贏 中頭還是要出火炮 這種射程優勢的東西 盡早出的話 對自己的poke會更好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拿到了食物 哇靠 一萬零一千九百五三 這個食物贏了快要三千啊 不是三千喔 三萬 那它有14的農田 反正食物採收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KD來到1.21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紀念